大家好 歡迎收看AEA頻道 今天是2021年9月26日 星期日 先跟大家講講一些股市方面的消息 越南指數最近出現一個橫行狀態 星期五下跌了0.12% 去到1351.17 那個交易額也有所下跌 18.33萬億越南指數 過去六個交易日中最低的水平 我覺得股市可能受到生產型還未回復正常影響 所以都是要橫行一段時間 如果交易額不夠的話 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大幅升跌的情況 講講其他消息 就是越南的汽車生產商 WINFAST 他們的目標都非常之遠大 明年會在德國 法國 荷蘭 拓展歐洲市場 WINFAST是WIN Group 旗下的一間子公司 在歐洲明年會推出兩款電動車 就是SUV Model 一架是中等 size 型號叫VF E35 另外一架是一架七人車 大些 size 就叫VF E36 越南科技的進步比我預期中快 在歐洲的銷售策略 初期都是用一個直接的銷售模式 就像房地產賣樓的展銷室 就是會在德國 法國 荷蘭這些地方 有它的showroom 但是下一步可能都是會採用代理形式 去進一步拓展市場 WIN Group其實都有一個上市計劃 它就是想將汽車部門 就是WINFAST這個部分 就會拿去上市 在美國那裏 初步的股價就是600億美元 就是這個股值都很厲害 就是這個IPO不小 因為你譬如說 東南亞股票 有一個叫GOTO 可能會在美國IPO GOTO是印尼公司 就是GOJACK 和TOKOPEDIA 兩個公司合併而成 GOTO主要是e-commerce 和一些叫車的手機APP 雖然和這間WINFAST是完全不同的業務 不能直接比較 只不過 GOTO的股值都是叫400億美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WINFAST 一上市就600億 大家就明白了 是不是一隻大型 這個是他們的目標價 到時候 會不會最終是那個股值 都不知道 要再過一段時間才知道 好 我們再看看其他消息 就是現在的外賣平台 或者是叫車平台 例如GOJACK Shoppeed Food BE 那些公司 下面的運貨的人 就是要做測試 就是病毒測試 現在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政府要求 他們的公司一定要每三天 就隨機抽取三個人的樣本 然後將結果 上傳到他們 每一個城市的一個數據庫裏 現在有兩種做法 給公司選擇 一種做法 就是由衛生部 提供一些免費的測試包 公司就要培訓他們的員工 就幫司機進行檢測 第二個方法就是 企業 他們自己跟醫療機構搞定 就簽個合同 做這個檢測的服務 簡單來說 一是他們公司 自己的員工幫忙去檢測 一是就外判出去 即是那些幾大的平台 反應 你給他們公司的人 自己去做檢測 自己培訓 他們說都是有一個困難在 因為 始終他們的員工 不是做這件事 他們也沒有醫護常識 所以很多時候 做出來的結果 未必準確 如果外判給醫療機構 他們普遍反應 就是覺得成本很重 所以都是一個兩難的情況 那些公司的發言人 普遍都反應 就是隨著疫苗施打 越來越多 是不是可以再調整一下 這個要求呢 最後報報疫情 新增確診 1011宗 比起昨天有所回升 今集內容先到這裏 多謝幾多留言 那麼感謝你給我們收聽 CREASIO D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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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A